在北港有一間歷史悠久的行政豆腐店 因素賣的行政豆腐 都是使用傳統的手工方式來製作 老闆在每天早上5點 大家都押在睡覺的時候 就已經起床工作 要做出一碗好吃的行政豆腐 除了過的控制 老闆在材料的身體也是很嚴格、不清菜 日頭燦爬爬爬,天氣是爪到四 這時來一碗清涼的冰品 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在北港町有一間冰店 賣到好滋味的行政豆腐 而且這個行政豆腐也已經團了三台了 我老闆二十多年來做 很久了 他做的 這個中間算是有停一段 因為那時候 這個問題來源 比較不容易 有時候會缺貨一段效文 然後拿到好滋味 再接下去做 那時候 起床 融化這個汗 比較順 比較不缺貨 老闆每天 五點天不降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準備材料 為了要做出好吃的行政豆腐 更辛苦 或是要將會好控制好 算是 每天都沒有給我們 就要做 價格 要不然這個 有黑的這個 下去 然後我們再下去 下去 下 下的部分 就是都 你像 平民地的我們作用 就是 做這個 下之後 再南山 南山 因為 北山留下來的火魚 通常就是要注意 他會好 好 好 你不可以叫我 照大 他說 對他的求助 要注意 這樣 這間店的以前好煮味 也欣賞到來北港拜拜的香客 香客也表示 每次也是來拜拜 都會來這間店香店 這個 我們就說 我們在這邊拜拜嘛 對不對 然後這邊的杏仁豆腐 還有杏仁茶很好喝 那因為那個杏仁豆腐 冰冰夏天的時候喝很不錯 然後杏仁茶很養生 所以 沒有回來買 對對對 我們只要有回來 拜拜就回來買 這間賣到古早味 現人豆腐的店 也賣這麼多良品 當時老闆也很享用環保 客也許可以來中學 使用店內的館 也將會來優惠10塊 讓客人來做花來做環保 記者講義 蔡翁報道